今年?今年不回家过年了? 嗯,回家不方便 没有没有,反正加班要有好几倍的工资呢 又不回来过年啊 正是第三年没回来过了吧 停停停,那可不行 为什么不回家过年呢? 让我查一下这三年主播有什么意象 哦,原来如此 这也不难嘛 只要有人愿意帮助白拉 接受回家过年的考验 他就有机会回去 小伙伴,你愿意帮忙吗? 最近的三年,民间都流传一种病毒 据说只要在同一个空间下互相接触 就容易被传染 什么病毒啊,看我不看了你 哼,你可别小瞧我们 我们兄弟千千万,传染你之后 你就会头昏脑胀 是吗,既然如此 我就打一针疫苗 召唤抗体兄弟来帮我 可恶,居然找了帮手 那就别怪我变异了 看我的超级形态 不行,我怎么头昏脑胀的 还浑身发烫 不行,得吃药了 现在的病毒boss太强大了 如果白拉想要打败病毒boss 应该做一下哪些事情 得亏我锻炼得多 抵抗力可好了 你这小小病毒也没有很强嘛 我用一根手指头也能把你打败 想要回家 首先得赚到足够的路费 才能买票回家过年 这里有两种工作 你选择哪一种 还是当服务员好 按时上班老板就会给工钱 我这个人嘛 最可贵的就是勤奋啦 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 不是吧,不是吧 收拾东西花了太多的时间 回家的列车只剩二十分钟出发了 这是 嗯? 巴拉在路上遇到了一位摔倒的老奶奶 可是她还着急赶车回家呢 你觉得巴拉应该 因为帮助奶奶 巴拉没能赶上火车 但是奶奶的儿子正好是巴拉的老乡 于是他们一起自驾回家啦 就这样 巴拉终于见到了妈妈 妈妈,我回来了 嗯? 不是吧 这大过年的 你就准备这些东西给我吃啊 不是的,闺女 哎呀,我都知道了 走,我们这就去市场准备年货 我在外面先生了一道菜 叫做糖醋里奇 待会就回家做给你吃